瑞瑞富原芭拉庄是社区发展协会 为花莲社区协会的标杆 尤其是以古王争霸传统文化活动而名的协会 今天特别举办了古裔文化及社区成果展 不仅在地的社区部落协会 玉里镇、德武、林雅部落文件站也都跨区来参加 不管是闽客还是圆明外省 大家彼此交流 协会招牌文化客家花布染作品全场飘扬 点缀美丽又热闹的气氛 而一旁民众也忙着体验植物染 现才的植物花卉敲打成染布作品十分特别 植物染只是今天古裔文化 继社区成果展的活动之一 竹会场内来自各社区部落协会的老人关怀站 轮番上台歌舞表演还不够 还要来个大会舞带动全场 台上台下跳成一团 充分感受社区居民的团结与活力 日商复原靶仔庄社区发展协会 今天特别办理古异文化继社区成果站 同时也邀请周边小农办理市集来同乐 不仅在地社区部落协会 玉璃镇德武林雅部落文件站也都跨区来参加 不论闽客还是原民外省 大家彼此交流学习 又如族群文化嘉年华一般的充满了在地文化特色 现在我们通过水宝局给我们的这个 多元文化交流的活动的经费呢 我们来办这一场有古异还有我们社区产业文化 那藉由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也邀请周边的 周边的这个产业小农们一起来摆摊 然后来推广他们的产业 那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进行交流 也让大家知道瑞税香跟富原村的周边 有什么样的产业 然后大家有兴趣就可以来购买 让我们的产业呢可以更活络 然后可以小农可以赚更多的钱 瑞税香富原拔仔装社区发展协会组织运作成熟 为花林县各社区部落协会的标杆 不论社区文化特色产业 还是社部推动与服务全方位的发展 深获上级各相关单位的肯定 今天办理这一场活动 理事长周玉梅表示 除了展现社区纪念度的成果 也和邻近社区协会部落互相交流学习 一起向上提升 记者是玉兰对岁采访报道